就是我们来的教室在一幅楼 从教室到石堂有两条路 那时候的一幅楼网 破砖旧瓦的味道 咱们这个一幅楼网要拆掉 我真的很怀念当时那段岁月 我们的故事从一幅楼开始 六十年代中期我就来的学校教室了 那时候的一幅楼非常崭新 而且显得非常雄伟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 这个楼现在显得老旧了 它见证了人大附中一代一代学生的成长 小船还推在波浪 海面倒影着美丽白糖 四张花绕着绿树风枪 小船而轻轻 潇荡在水中 一面吹开了两窗的风 初三的生活呢 虽然很苦很累 不过其实也并不缺乏情趣 我还记得当时为了早点去食堂吃饭呢 从教室到食堂用两条路 我还特地用尺子去量 哪条路更近哪条路更远 其实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可笑的 不过我真的很怀念当时那段岁月 初三的时候因为要装考了 课业还是非常简单 现在回想起来 初三在一幅楼度过的时候还是很充实的 上二楼又转十二步 就是我明来的教室 在一幅楼 那段时间大家还会互相开玩笑说 教室里边全都是粉笔灰混着破砖旧瓦的味道 所以每到课间我都会和几个好朋友到阳台上去透透风 特别是冬天 那种感觉就像只有蓝天白云和风 我们初三和一幅楼 据说现在咱们这个一幅楼要拆掉 那么可能要在这个地址上建一个新的更现代化的教学楼 今校的同学要在这个楼里学习 新的同学要在新的教学楼里度过他们中学时刻 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总是无法料想到故事的结局 只知道每天太阳照常升起 轨道上列车急匆匆奔向未来 拖拽着北京这座城市 也拖拽着我们年少的青春 当越来越多的车灯 开始照耀北京的前路 我们也会在偶然某一个时刻 想到那老旧的红楼间 闪烁的明媚温暖的阳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